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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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一架F-18的軍機附近飛過 所以就被攝影拍到 而另一段是在飛機的夜視鏡頭拍到 在半空中有兩個呈三角形的飛行物體 就是兩個的 然後當然就是相關的人士或專家 就去研究一下那個是甚麼 那個研究的結果就是難以分析 整件事好像有很多事情做了 其實也沒有甚麼可以做 是的 因為他後面有說 有找到一個叫做海軍情報局的副局長 就過來 叫做Scott Blade 總之他過來就是叫他解釋一下 到底這個片裡面是甚麼 結果他就說解釋不了甚麼 他說好像球狀物體 突然在F-18旁邊經過的 他又說一閃即逝 分析到的資料就很少 甚至乎因為這些情報 或是國防的原因 所以其實很多時候就不可以 向公眾公佈大量這些資訊 這樣說的 按照他這樣說 是不是官方承認了 真的有很多這些影片和個案 這宗的事情 可能有很多會留意 UFO新聞的人會留意 會去看這些新聞 裡面的東西 又好像 你某程度上叫做是官方承認 那些解釋不到 但也不是有甚麼特別的 其實那個說法也有點近以前 但是叫做這件事 擺了上桌多些 是 叫做官方化 因為以前總有一批人 一定解釋到的 甚麼氣象 氣球 那些東西 肯定是 總是有一批人走出來 一定解釋到 或者是你眼花 還是甚麼 但是你開了聽證會之後 就連那些專業的人士 都告訴你 解釋不到的了 以現代的科技來說 都不知道是甚麼 你那批人就收口 其實算是立論了整件事 總之大家不要覺得 那些是甚麼氣球 甚麼東西 可能是飛機 他們都告訴你氣球 所以又有它的意義 有 撇除了一些揣測的可能性 真的是你官方上承認 你以前是很閃閃縮縮的 全球來說 暫時只有美國人 你是會這樣開聽證會 其他國家都幾乎 只是公開 開會公開說 但是你說這樣擺上去 某程度實施的 對 而且擺上去日程上 真的好 我想這些是慣性 甚麼都擺上面說 你說UFO這些事實上 這麼多年來都沒有怎麼擺上去 那當然終於擺 我覺得它是這個陰謀論 即是它將這個陰謀的東西 擺上桌面說 將這個方向大家 直接到另一邊 接著它就做另外一些事情 那每次擺出來 大家都會想這件事 其實也有陰謀論說 它公開得 不會將來 它真的說已經有 東西 其實真的有軍曹 對 真的有軍曹 跟大家介紹一下 它是來自K熊星的 它是買高達的 其實某個政府部門 就是那些穿西裝的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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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有些人說 當然不是向這一天去賣葬 因為很多人都經常深信 有一天都會承認是有 那樣 那就不知道了 或者有接觸 真的交換科技 那些 那些應該是很抬底的事情 不能說 很多人就經常覺得 這些陰謀論世界 或者是喜歡UFO 那些 經常會說 九成九就有些外星科技 給了它們 不然那些事情發展得那麼快 那些 某某文不是 那 某某文不是 某某文真的是那邊 他在麥加登拿了一些東西 然後不知道第幾集 就弄了一隻甲威龍出來 但那一集真的爛爛 那個混蛋 說起我生氣 算了 那個麥加登拿了 那個麥加登拿了 算了 他的場景已經 算不到 近來公佈海報 快要有新集數 說Miss Ward 我屌他 不要再搞 你不要再搞 我屌你 他真的 我都不會說 不要搞那麼多事情 不要細心看那些電影 你不要搞露變 你回去拍那些電影 你做回Netflix那些電影 不要搞露變 這件差不多 然後兩件都有關 外星雷的一些新聞 對嗎 這宗新聞 可以說 全球關注 顧克蘭 遭受俄羅斯入侵 多數很多人都留意戰火 當中的 一些新聞 對 但是現在的新聞報道 原來在俄羅斯襲擊基庫 即是俄羅斯 那時候 第15天左右 就有些專家發現 在基庫的上空 有一些白色閃亮亮的東西 飛近 但是有些專家就看上去 它又不像俄羅斯的飛機 或是炮彈 那些 懷疑這個白色閃亮亮的東西 就是一些外星物體 有些人總說 會不會人類有什麼大件事 可能他們都會瞧瞧你什麼事 有些人不說 但是 現在是瞧了 沒有去打麻煩 沒有 沒有 他打的話 他會贏 對 因為有些人問他會不會這麼恐怖 甚至乎 有些新聞報道 會說到好像白光出現之後 那些俄軍就被人炸 那這裏我覺得太多 俄軍被人炸是正常的 有些新聞講到好像是外星人炸鬼 那些太多 我覺得太多 沒錯 但是 有些人都說 地球不會當有大事發生的時候 那個地區附近的UFO目擊個案 經常說會有 如果你相信有外星人 可以瞧瞧那些人類搞什麼 都可能會 對 其實俄羅斯打烏克蘭 都可以說 舉世震驚的 其實很多古怪的 甚至那場戰爭 都很古怪 甚至有很多東西 當然是說 戰時的訊息 有些出不了一件事 但是 不知被人感覺很古怪 當然大家的感覺絕對不好 地球比較荒 那些事發生 然後另一件事 都是有關外星類的 一些訊息 是吧 自從俄羅斯襲擊烏克蘭 這個事件發生之後 有一些人就擔心會不會這樣 而引發第三次世界大戰 很多人都在說 有些學者就 陰謀論 如果將來真的有第三次世界大戰 就會有些未來的人 乘坐UFO 改變過去 由世界大戰之後 然後未來人就會回來改變 令到不要爆發第三次世界大戰 對 阻止它 為什麼會有這種說法這麼有趣呢 他的假設 他就說 如果爆發了第三次世界大戰 他就說 全球一定會毀滅的了 第三次世界大戰 唯一是誰敢射核武 因為現在人們經常覺得 如果有World War III 就會是 這個地球除了玩完 因為有弱光國家有核武 對 很怕大家說 核子大戰 就好像 看無數作品都幻想過 世界是怎樣 即是Fall Out那些也好 北斗之權那些也是 20XXX年 然後有權次郎也行 大家覺得 會不會地球變成這樣 然後周圍都是噴頭腦 未來人就會發覺 不是的 我可以改變過去的方式 來取消世界大戰 或者是將 第三次世界大戰的傷害減到最低 但是如果有個未來人 回來了 他減低完之後 都是緩和的時間而已 我常常認出人類 最終都是會把地球玩完 是的 沒錯 即是怎麼都會玩爛了地球 爛就爛 是會遲些爛 還是做些爛 我很悲觀的方面 即是看看我們有沒有親眼看到這個地球 玩完那一下 即是這麼快搜尋 還是等一兩代 不知道 不知道 看看誰的手刀 按了這盒 可能外星人經常看 好少見人玩到星球 爛到這樣 就過來看看你們有什麼時候 可能是這種觀摩心態 因此部分的結論就是 現在看到的UFO 都是一些未來的人回來 即是在哪個時刻 被他們說 這顆導彈原來 射中 對 哪個手刀 就阻止他的導彈 或者令他失靈 或者發射不到 也好 那你說 這樣改變了 那豈不是炸不到 那豈不是炸不到 對方就不會為了報復 而按鈕 就是蝴蝶效應 如果大家人類組 是充滿惡意 最後都是會 怎樣 有人叫你不要打 最後都是會繼續打 會改變方法 那你沒有辦法人類是一個好戰的民族 對 我這個不是對未來人沒有信心 純粹人類的問題 好像越講越灰的話題 是 你無可否認 基本上是 一定會 有人類就有戰爭 因為其實你很簡單 就算你好像讀書 也有一個競爭 也是一場戰爭 而且你很喜歡的東西 你未來人有辦法 如果真的這麼好是回來 要阻止第三次世界 但是 你到那個未來 我假設有三次世界大戰 然後變成烹頭佬 到處走的年代 那些烹頭佬 就是那個年代的 既得利益者 因為現在的年代 他們不可以 北斗之拳 沒有一個 於是 整個烹頭的周圍走 是要在那個 世界別 他們才可以在烹頭 走的 那他們就是既得利益者 如果有一幫人 要回來阻止 第三次世界大戰 令這個世界 不要變成烹頭佬世界 那可能有些烹頭佬 那類的既得利益者 反而會回來又阻止 即是未來戰士那條 對 到時你可能見到 有兩隻UFO 有膽子 就是厲害 這個是未來拳翅囊 和未來烹球佬 在打 我覺得你就是這樣 人類就是 這樣的東西 你有人想回來阻止 就有人回來 阻止他的阻止 然後再有人去阻止 阻止他的阻止 就是阻止 然後就拍未來戰士 不知道是X集 就是這樣 全靠敢小炮那一集 我覺得是這樣 就是 你有人回來阻止 就有人回來 靈衣這件事 成事 不成事 有些人就沒有利益 你的烹頭佬就是這樣 他們就可以駕著電單車 周圍一批鐵 那些烹頭佬 就搶一個時間器 就回去阻止那個人 我覺得是這樣 其實很難 不過這些話題就 越趕越灰 那就講一下其他話題 當然就 你說有很多UFO類 近來就 保持著有 但是有很多就 之前台灣無奈 即是上個星期之前 台灣都說有的 拍到的 但是現在都分析不到 究竟是 但是他拍到其他東西 還不知道 嗯 接著就講一下一些 可能不是UFO類的新聞 有另一則新聞 這則新聞是 減了一段時間 已經是4月的時候的新聞 是有關我們偉大的祖國的新聞 對 一部車 對 不過這個 這部車好像不是偉大的祖國的 這個事主我覺得是需要強烈譴責的 為什麼 要去買Texila 我各祖國有這麼多好的車 為什麼他不買什麼 對 有東風牌 為什麼不買東風牌 我還不記得 我剛才差一刻行辭 但是行辭出不了 對不起 我記得那些什麼 有什麼給阿迪 好像用了皇朝名去改名 是給阿迪 我記得 那些人就說 秦朝那一屆不是很快 我記得之前 我好像不知 東風牌 有出一部四驅車 但是他不是電的 但是他十幾萬 但是有部四驅車 那些人說 你用來操駕是OK的 對 如果沒有東西要害怕 就是怕Texila 當然要不怕我們祖國的東西 Texila一定有陰謀 所以這個真的是 我石頭鎮自己的腳 這個事主 駕Texila 不駕我們祖國的車 真是可惡 講一下他這麼可惡的事主 遇到什麼事 在四月的時候 在四川的成都市那裡 就有一個女車主 他就駕駕駛他的老美的車 就是Texila 他這輛Texila的營養就是Model 3 駕駛Model 3 那有什麼特別 會在神秘學新聞報道出現呢 話說 是變形的 變形金剛來的 那就是在動漫戰隊出現的 或者是老領3D出現的 這輛是大黃蜂來的 就是Texila的大黃蜂 話說 他說這輛車 是在2021年的時候購買的 在年頭 2021年的時候 他說買完這輛車之後 其實這輛車一直以來 都沒有什麼特別的問題 都可以正常駕駛去駕駛 直到今年的四月的時候 這輛車開始有些異樣 那你說這輛車有異樣 你就拿去弄吧 有什麼特別的 因為他是女司機駕駛 所以有異樣 那些異樣就不是那些異樣 你猜星期六日 Texila車主 女司機 這些才是危險 聽到會怕 大家聽到會怕 以前是寶馬賓士的 然後不知道為什麼他去了Texila 雖然這些被人說很性別歧視 但是真的看過 不知道為什麼自然會很害怕 台灣也是的 馬路三步 老人家 老女人和女人 這方面不好意思 我對聽眾們可能聽得很生氣 但是不好意思 真的不知道聽到大家很害怕 有時候在街上看到 唉不過算了 不要說話說話 我那天看到兩位年輕人 拿著波子 哇多害怕啊 我在旁邊 說不定他們兩個一起 說不定就是頭D那兩個 可能會很厲害 可能 就是慢了無一 現在就不是他自己 令到一些很恐怖的事出現了 而這輛車有些很直接的恐怖事出現了 話說 他說這輛雖然沒有什麼問題的車 在四月的時候就開始有些熱揚 例如是什麼呢 這輛車播放一下歌的時候 無緣無故的音量會一下爆到最大聲 嗯 有時候 晚上 會無緣無故自己開啟了某些APP 因為你知Tesla的總有一支iPad 好像只有一支iPad 只是在裡面 就在電子裡面 等一支 你當有一部iPad Pro 放在裡面 可以按摩 即是可以安裝應器 那些公司 就無故有些公司 是晚上會自動動作出過來 有時候 無故會自己關掉冷氣 而更恐怖的是 她曾經跟她的女兒在車上突然間聽到 開了一個App 然後那個App 播了一把女聲出來 而這把女聲是說什麼呢? 是說我死得很慘啊 當然她是說普通話 普通話就不恐怖了 都恐怖了 我死得很慘啊 你用什麼話來聽聽那個語言的人都會害怕 不是 我最怕是她要播歌 你播 我等著你回來 我怕她真的有機會這樣 她說真的會播歌 你說真的播歌也會害怕 但她說真的播一把女聲出來 還要是突然說我死得很慘的一句 那真的你聽到都會起了雞皮 甚至乎曾經是App打彈出來播一把的聲音 嚇到她和她的女兒馬上關了一輛車 然後就馬上離開 最後拿了這輛特斯拉去檢查 檢查是什麼事 但她說這輛車原來的行車紀錄儀是沒有手動保存的 我不知道這輛車問題還是什麼 總之那個工作人員說 因為沒有手動保存的關係 所以說行車紀錄儀每個小時都會遮蓋之前的內容 所以說她檢查不回 對她說每個小時都會遮蓋之前的記錄 正算就不會這樣 但她說這輛沒有手動主傳就是這樣 我不知道車問題是怎樣 就不知道了 但這就沒有討論的新聞 那新聞就是 總之說她是每個小時都會遮蓋之前的記錄 所以就查不回那些記錄什麼事 而亦更加不會知道那輛車 但她說她當場唯一可以做的就是 即場換了那個有些問題的螢幕 當然你說去到 假裝是科學這樣 就沒可能那個螢幕有問題 有時候我當可能螢幕有某些被凹凹了 那你便會突然間當你騙了它 有時候無端端開了一些APP 無端端播歌 如果你的螢幕有問題 就好像無端端在Wallium那裡 一彈到最大 有時候某些APP 可能你在界面上就把它打掉 那當然有少少巧合 但是 為什麼無端端播放女聲那句 那麼恐怖的說話呢 那就真的沒有人知道了 那也很難解釋 當然又是那句 你超級懶科學 唯有就另一個角度了 有沒有可能有人弄它呢 或者被人吃掉 或者會不會自己有crack那部東西 我不知道會不會有人crack那些車子 他老江南亞連線來看一些愛情動作片 你看什麼愛情動作片有個頭 成功很慘 有這樣的聲音 有這樣的語音 你也解釋不了 算吧 一般有一套 愛情動作片的話 我也聽聞的 我知道是你朋友 對 是你朋友 總之不是我 他那個動作片故事的內容 就是說 主持的男主持當然是 男主持 男主持 對 對不起 為什麼有那個世界奇物園 那個湯和神拿著咪出來主持的A片 那他就 他就 好像很想看 對 主角進入了一些空窄道 體驗的 好像見人說過 對 對 就是幫鬼升天 對 成佛 對 那一套 可能他老爸重口味 就是看那一套 對 或者他老爸看鬼片 那他還有普通話配音 對 那或者他老爸 南華連線了看鬼片 都可以的 那當然 你真的難方 有可能是 不知道有什麼人 喜歡他們 弄固他們 就在一部車弄下去 或者不是他女兒弄下去 或者可能有弟弟 弄下去 或者是女兒的同學 無聊 這些就 沒有人知道 只可以說 因為查不到那個紀錄的 所以就 不知道什麼事 但只可以說這件事很古怪 也很多人說 如果你自己駕駛的車 無緣無故停了 那現在沒那麼恐怖 但 你像Tesla 某程度上 真的四驅車五款 那你真的一夜停他 就很容易 他真的 無故停了 如果真的那麼恐怖 他無故停不了 突然就播出這句語音 你也別說不害怕 那大概是這樣 誰叫他買Tesla 買中國的車 那就是沒事 唉 真的 這些就是懲罰這些 不去買祖國的車 沒錯 因為他不買祖國的電動車 這個行為 本身就是搬石頭 扔自己的腳 所以他不會成功遇到這件事 是的 這個故事是什麼 警惕大家 什麼 要買行刺 這個新聞就 差不多了 講另外兩單 另外兩單 都是一些有關台灣方面 靈意向一點的新聞 就是相關的 其實第一單原來是哪裏呢 是源自於PayTekTek那裏的一個帖子 這個帖子 本身還不是在靈異版那裏 它是在 好像那些什麼 類似吹水區那些什麼版 就是高登 對 吹水區那些 對 那是什麼事呢 有個人就上去PayTekTek問 就說 如果他那架電單車 無緣無故被人塞了一個蟲 應該怎麼辦呢 他就是回到自己的電單車那裏 看到用來擺東西的位置 無緣無故被人扔了一隻蟲 就非常古怪了 對 塞腳腫的位置 因為你一般的電單車 有部份可以在座位下面有空位 不是的 那個位置 看起來有個好像兜的位置 就應該是被你放一些雜物在那裏 你當作是一個腳位嗎 不是腳位 你當作是放在他那一堂 我不知道是否叫太太 不知道是鑽緊的位置 他那一塊應該是類似錶板那些東西 就是電單車的錶板那些東西 對落那個位置 那他那個洞洞的位置 他本身也看到他還有一些雜物 就是可能都塞了裡面的雜物 無緣無故被人就放了一塊蟲 就覺得很古怪 就想去八卦版那個蟲 就是蟲是能吃的那隻蟲 就是能吃的那隻蟲 是端至現在看到那些蟲 送種送種 那就開始有人討論這件事 然後他就拍了一張照片 就說無緣無故被人放在那裡 是甚麼事呢 那麼古怪的 然後那些網民就開始跟他討論 但是討論了之後 普遍都是向了靈異的方向發展 有些人就說 你小心這些 是將一些叫做不好的運氣轉嫁給你的 一些程序 就叫那個樓主小心 有些人就說 就像剛才所說的 你送種在那邊的發音 就變成就是送種 有些人就說 你開車小心點 有些人就說 不可以 立暖去塞給人 有些人說 有些人說 原來那邊有個說法 是不能夠立暖送給人 還說不可以送一串 那一串是會 類比類似是 吊頸 那些東西 所以就說 不可以送一串 因為有條繩 有條繩就不行 但現在 理論上 就不是那一串 但就說 不知道為什麼 無緣無故有舊 那些人普遍都說 你丟了 有些人就說 是不能丟掉的 但有些人就說 其實你不可以立暖收一隻種 無緣無故 如果那個人跟你不相不認識 你不可以收一隻種 但是他這樣算不算收 因為你不可以丟掉 如果他拿走了 就叫他收了 我按一個圓鋪 那圓鋪 有些人 下面叫他 你快點丟掉了 你不可以拿走 但是你拿起手 上下 你已經算是收了 你拿去丟掉 嚴格來說 嚴格來說 那個車是你的 那東西在這裡 你也叫收 這些是求心安理得 有些人就說 你立刻丟掉了 不要拿回去了 有些人不說 但是事情是挺古怪的 當然你說 又是那句 懶格來說 有沒有機會 是有人無緣無故 不知什麼事 掉了在那裡 掉在那裡 掉在那裡 或者有人不想要 但找不到地方 就丟掉在他那裡 會不會純粹人無故的心 其實可能有的 可能有人說 你無故被一隻種 我幹嘛不要啊 然後有這麼多垃圾桶 有些人決定上來 抵手就見東西又丟掉 可能見人的車又有空 可能你本身在廢紙裡面 可能我就丟掉下去 可能有些人會這樣 但有些人就說 喂 是不是說 將一些不好的運氣轉嫁給他 那這下 挺恐怖的 特別無緣無故 真的回到自己的電單車 看到有些 有個種在那裡 有可能他真的 收太多種 吃不完 分享給一些不認識的人 那你不是這樣分享 氣業給人 現在經常看到 網上台灣人 他們都說 對不起 去年的種 今年的種已經要來進駐了 就算是中秋的時候 都是什麼 月餅 都是不停撿給人 撿給人 基本上 現在開始流行 一兩盒 不要買這麼大 不要買這麼多 送一兩盒 但以台灣來說 他們應該在文化上 都會有警告 不會隨便給人 嚇到人 當然有些人就說 看完鋪 有人會說 有種說法 有些人就說 這些所謂 種的這方面 那些典故 或者不要隨便送的 那些 有些人就說 其實是張化某度 才是有的一些東西 可能你出發了 其實就不是 有這些禁忌 但也有些人說 很多人都知道 有這些禁忌 所以某程度上 他那一刻都很呆一呆 當然他本身就是 不知道什麼事 所以接著上八卦版 就不是貼上去 靈異版那邊 但下面的留言 我猜那個樓主看到 都會嚇一嚇 最後他怎麼處理 他好像都 我這麼久就沒有什麼 怎麼看見 當然有些人就在下面會說 有些網民就說 其實你一來 你不可以直接串給別人 以為就是 如果你收了對方 人家真的不可以給你一塊總理 他就說 你給你一個利是 可能買十元 在裡面 給人家的這個說法 有些人說 如果就算一串 給你 你拆開 變成單一粒 就已經沒問題 總之不像一串銅錢 那樣給別人 他說 總之你拆開 有些人就像我們 我們香港人 給別人一堆總 你一個膠袋 進去很多錢 他就說 你這樣就沒問題了 但是那個樓主 也叫做 後來他怎樣去處理 我想他的內心 都有一些不舒服幾天 應該都很奇怪 他在那些廟裡 放下都不行 他應該都要 他那邊信 就應該這樣做 現在差不多 你說那些粽 其實 香港也有很多不同種類的種 於是你突然轉了 就要吃 對 還有這個 會多的 我這邊 可能他在那邊 吃蝦 就掉下去 不要吃 掉下去 或者這隻蝦吃 我們分享給別人吃 前陣子 我才知道 原來是南部組 北部種 還有東部種 還有什麼湖州種 很多 我們都什麼 鹹肉種 鹹水種 我們都幾隻 是啊 我們都幾隻 然後再加了餡料 還有果精種 那隻 我這邊的餡料 越來越多 神經病 你究竟是掉了鹹肉種 還是掉了鹹水種 還是你掉了這個金種 我掉了那隻糯米雞 然後你太老實了 我都給你了 你都給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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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都給我了幾隻 你都給我了 你都給我了 跟人餵公子吃 種 你都給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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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這件事差不多 我們再說完 下一件事 有關台灣那邊的新聞 不過這件事 相對 就是新聞 沒有什麼 沒有聽過 那麼經歷 但其實也是 關乎一邊 那些不太愉快的事 話說這件新聞 就是來自台灣的嘉義 台灣嘉義那邊 有一個地方叫做蘭譚 很出名的 很出名的 真的有很多靈異故事 沒錯 就說因為那個地方 蘭譚那裡 原來也有很多人去那裡興生 應該是去那個潭 那些人去那個地方興生 類似日月潭那一隻 還有很多人棄屍 或者在那裡消屍 總之很多人死 那邊就有很多事發生 在那邊來說 其實是一個 真是自尋短見的聖地 可以說是 青河原樹去那類 有點像那類 我看新聞 沒有那麼誇張 但看在他的 旁邊來說 那些人都會有一點點顧忌 也會知道那個地方有很多事發生 所以說 在那裡經常都會有很多靈異的傳聞 甚至乎有些所謂的找交替 寫在那裡也會有 就說有很多傳聞 令到當地人有時候心都不舒服 也會擔心那裡 好像很多人過去自尋短見 然後這個新聞就叫做 有一個網絡的名人 就叫小商人 我就不太熟悉 但是總之 深刻說到網紅人 結果說 他就在自己的 不知是網站還是怎樣 總之出了一篇文 就說 其實每次聽到這些消息 都覺得很難過 聽到有人在那個地方 照自尋短見 所以說 他後來就在 嘉義市的地方 應該是有點近那裡 那個地方 他就租了一個廣告版 即是他那裡叫漢版 我們就是叫廣告版 租了一塊廣告版 然後就做了一個廣告上去 那個廣告呢 他首先做了一個美女 還穿得挺性感的美女 然後就寫著 難談前面右轉 即是路牌這樣 下面寫多了一句 水狠心 請勿加入會員 然後再下一點 就再有幾句字寫 沒什麼人生難關 是一炮不能解決的 如果有 就兩炮 你可以的話 小看你 過來加油 這樣就叫做 做了一個牌 事業深重 做了一個牌 叫做 某程度上 可以說是幽默一點的方式 但就 希望可以減低到 有些人可能想去做 一些輕生的想法 正所謂 問題解決不了 就去打炮 他就是這樣 所以就 他正在廣告版 就在 旁邊做了一個美女 好像都是一些模特兒 所以有很多網民 就過去 在留言 在讚他 就說 我們早上路過的時候 看到這塊漢版 但是剛剛好 不是停在紅樓庚的位置 看不太清楚 所以我特地來 再看清楚多一次 有些人說 這塊版很有用 有些人說 很正向 這個說法 比任何獻說 都更加能夠激勵人心 還有有人說 用愛和平 去感化世界 做愛和平 容愛而已 你死容愛而已 然後說什麼 救人無數 功德無量 歐尼陀佛 對 有人這樣說 他可能也是拿個宣傳效果 但他也叫做 某程度上 這塊廣告版 也算是好事 好事 說真的 另類方法 希望大家 不要這樣做 挺好的 其實今天的新聞類 都是短一點 所以大概是這麼多 當然就近地 相關這一類新聞 就不算是極多 因為UFO類 有很多都是 剛才這麼說 很短 就是圈一圈 說有點經過 沒有什麼特別的 除非你真的去查證 那段片是真假的 因為現在 做這樣的UFO片很容易 基本上 現在手機也有些APP 都可以做到這樣的事情 當然你去驗證 那方面 就是另一方面 當然你近來講 驗證的一個 最多是Ember 和Johnny Depp 那一單 就說他那些箱 是不是Photoshop 撿出來 他自己說 Johnny Depp的臉 好像瘀了 Photoshop 他立刻說 Photoshop 但他自己的照片 被專家看到 你那個 Safe as 那個Software 一定是 由電腦撿上 你現在 那說近來 那些新聞 最黃的那一單 應該都是這單 最多人說是這個 對 最多人留意都是這個 對 大家都關心過 戰時的 這個是真的 有時候那一單新聞 可能大家都是 故意去吃花生 就叫做 有時候不用留意 那些東西 那麼沉重 其實也有很多一些 很古怪的東西 例如你好像 俄羅斯和哈蘭那邊 那一陣子 可能就是兩邊 我不知道上次有沒有說過 總之我記得那一陣子 有些人就說 因為兩邊 可能都在打資訊戰 所以說 有很多新聞 你真的不知道真還是假 就很古怪 好像那時候有新聞 說什麼有個阿婆 不知道什麼 整個病出去 毒死了幾個俄軍 很多這樣的新聞 整個人就說 哇 看什麼新聞 不是說 有一個醫生 將一些戰夫 即是俄羅斯戰夫 咳嗽下面 有什麼都市傳說 不知道真還是假的 現在那邊 那些真的叫都市傳說 說有一個 戰地的醫生 就會收入一些傷兵 如果發現那個危傷兵 就是俄羅斯籍的 他就會 幫他去世 對啦 做一個手術 然後 那下面 有很多市傳說 其實你說 去到這些這麼大件事 當然有很多一些討論的事情 但這次有些討論 就是有這些奇怪的事情 可能以前也有 但是沒有那麼紀錄 現在可能 他的資訊相對 就不太多 所以可能有很多一些討論 有時候新聞媒體都會報到 有時候說 那個阿婆這麼厲害 要做餅毒死幾個鵝鵝鵝 很厲害 沒辦法去請人家吃東西 原來 這招真是恐怖的 還有 如果你阿婆 你真的 如果對一個成年男人來說 他的戒心真是低了 他有時候覺得 不吃好像不太好 對啦 你當阿婆 如果那個阿婆 很讚你鵝鵝鵝鵝 請你吃一件東西 特別阿婆給了你 你的戒心會低了 你覺得不吃好像不尊重別人 一拿著餅子咬下去 咬下去 嘩 這些都市傳說真的 真是恐怖的 真是厲害 但今集就短一點 我們差不多時間了 我們下集回來就看看 是說靈異東西 還是說案件東西 其實我想過會不會說回 日本案件 都可以說一下 或者找牛少佑 帶領我們說說靈異東西 靈異東西 靈異東西 都市傳說東西 雖然是前一個系列就是 但其實都可以 都是日本東西 都可以 或者各位聽眾 你有沒有什麼題目想聽 也可以留言給我們 也參考一下 我也可以 另外也可以加入我們的Facebook群組 YPL中國吹水區 或者是我的Facebook page 留言 也可以follow我們的Instagram帳 另外支持 其實我在會限那邊 就是做了正經書讀書會 跟大家讀一下那本空宅怪談 那本已經讀完整了 那系列叫做完整讀完整那本書 第一本 看會不會往後 可能有什麼時間 會找你一起讀 也可以 大概是這樣 那今集就差不多 多謝鬼收聽 下次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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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